古人滑樹 今天讲树,很难讲 因为我看过资料,以前人画大师画画 他说如果你要学画画,先要学画树 我想在座有些朋友画画的,我是大师,我不知道这句前人的说话 要画树,当然画人很难画,但他竟然说如果画画,你要画树 那我们中国人何时画树呢? 我争取时间告诉各位 这个是在墓里找出来的,是一个西汉的墓,即是汉代的墓 是墓里找出来的,是画像树 浮雕也有,黑了一些阴文的图案也有,这些墓砖上的图案 或者图画给我一个好好的参考,这些是没有颜色的 我现在给你们看,就是一个塔本,用墓地印出来的, 变成黑变白霸变黑,大家明白为何,我尽量找一些比较清楚的图案 我们中国人画画,最早期的画,一直印用的材料就是 新社时代的彩繪的图器,例如我上两堂讲到 好像植物的图案,其实是来自非鸟,那些是彩图, 但在彩图上我们甚少见画树,我曾经说过最主要是画庙, 后来是画鱼,我迟些讲庙和鱼,可以再详细讲一讲, 但画植物诽谱少,画树更见不到,到双周,春秋战国, 绘画的迷不迷密十分少,因为那时还有纸张, 只可用卷,卷有机密体很难保存留理, 如果在墙壁上的壁画更难,因为宫殿已经漏了, 我们只可用墓墓墓的墙壁上的图画, 去看以前人怎样去画画,是画什麽去画, 我们在河南,因为沿西河南是我们中国早期的文化遥览, 我现在这一批例子来自河南的画像尊, 在墓墓墓内找出,这一批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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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一批树就是这样,那一批是什么树? 这批树,树,树,蟲,苹果树,层树,但是无法否认它是一棵树, 那树上面它是鳥,这一批树,你当这种树, 我一直跟老師學習衛術史, 寧願有一件事, 古人一定有原因畫這件事出來, 他畫甚麼樹一定是在心目中有形象, 他想畫甚麼像不像不一樣, 但要表達是一種樹, 他不會像我們現在畫抽象畫, 總之刺樹就算了, 尤其是你見到這畫像磚上面這棵樹畫得很公正, 其實是很難做的,刻得很公正, 四平八穿,八穿,很圖案化, 我們一邊追尋中國人對樹的觀念, 最早有一棵很偉大的樹, 我一邊說,叫做扶桑樹, 有些書叫扶桑木, 即是對於樹, 扶桑樹,大家都知道就是桑樹, 即是殘寵食的桑椅,就是桑樹, 叫扶桑樹, 即是中國古代的神畫, 認為在大地上有一棵非常大的神樹, 叫扶桑樹或扶桑木, 這棵樹可以頂天立地, 即是大到頂天, 當然這是神畫, 是無限大, 扶桑樹上吊了十個太陽, 我一邊講過這些故事, 這十個太陽就由一隻鳥, 早上東方一直擔著一個太陽去到西方, 由早上東方一直擔著一個太陽去到西方一天, 這棵樹其實就是扶桑樹, 所以上面站了一隻鳥, 它不是有十隻鳥, 它只有一隻鳥滑在那裏, 因此我一直這樣講, 我們中華人對鳥的感情相當重要, 因為鳥的代表太陽, 沒有太陽, 我們中華民族就滅族了, 即是無法生存, 因為無陽光生存不到, 因此就是十個太陽, 後來就射了九個流利, 變了一年的太陽, 這觀念即是扶桑樹是代表我們中國盤古初漢的第一棵大樹, 它是桑樹, 因為有扶桑樹, 所以中華民族才有養殘蘇絲, 才有蠶絲, 海外未進入未找到出來, 蠶是可以吃桑椰, 吃了桑椰可以吐絲吐絲, 所以我們中國人很早時候已經發明, 我曾經說過, 因為臉書不是我們中國土產, 在印度傳入未, 在中亞洲傳入未, 它傳入未時代是很後期的, 所以早期我們中國人要穿好衣服, 只要用蠶絲去製造的絲綢, 如果不穿好衣服用麻, 所以粗衣麻布, 我們現在買衣服有麻, 即是更貴, 大家古代來說麻布是最賤價的衣服, 要是穿絲綢,要是麻布, 這就是扶桑樹, 扶桑樹上面跨了九十個太陽, 最後只剩一個太陽也好, 變成桑樹在我們古人的心目中代表太陽樹, 桑樹是太陽樹, 桑樹的果實有個名字, 很少用,桑樹, 即是桑的果實和葉, 你摘下來就很快生出來, 換句話說, 在我們古人觀念來說, 桑樹是很強的生命力,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中國人永遠追求一個觀念, 就是要長生,要永生, 所以桑樹這種特質, 一方面是一棵神樹, 另一方面原來有強的生育能力, 我們中國人最喜歡這種能量, 因此扶桑樹也好, 桑樹也好, 是代表中國人一種吉祥的樹, 是一個好造好造的觀念, 桑樹是很普遍的, 桑樹不是什麼貴重木材, 因為桑樹可以養蠶才有蠶絲, 為何在這個墓壁上面, 是造了一隻馬, 造了一隻殼, 這隻鳥剛才解釋了, 就是擔太陽那隻鳥, 因此在我們本人的觀念, 非鳥是代表太陽, 是代表雄性, 到今時今日, 如果用通俗文化來講, 為何鳥代表了雄性的器官, 就是這樣, 因為鳥代表雄性, 這是很早很早的觀念, 當然如果在科學上, 鳥也要分枝雄, 不可以說鳥代表雄性, 但是扶桑木是一個神木, 它由地上一直生到上天堂, 於是古人認為你要登天, 怎麼登天呢? 爬上摩桑樹, 你試試爬上去爬, 你害怕的, 容易掉下來, 但古人說, 你要透過扶桑木就上天, 那什麼時候上天呢? 當然個人都不想離開這個人間的世界, 但你就是離世的時候, 希望登天, 離世登天, 怎樣登? 你都已經沒有精力了, 都不知道在哪, 你的靈魂怎麼登天呢? 靠一隻天馬, 這隻天馬, 天馬有益的, 別騙你, 有益的, 有益的, 神見, 你說我騎馬, 不懂騎, 不要緊, 你騎一天鴻嗎? 你說我不是很肥, 我瘦一點就騎一隻鴻, 這天鴻就幫你登天, 所以在漢代的梦葬裡面, 他其實寫了很多這些神話, 代表死者一個很大的慾念, 希望什麼? 登天, 盡量製造氣氛, 這個死者不是落地苦, 是上天, 他用不擇手段的屋子, 騎馬有沒有騎都是登天, 所以早期我們在漢代所見到的樹形象, 其實就是一棵叫做扶桑樹, 如果你去四川三星堆的博物館, 相當古怪的童人的樣子, 可惜我還未找到一棵巨大童的扶桑樹, 你想想在箱內已經有一個觀念, 就是太陽樹, 當然我們不會簡單叫這棵樹叫做桑樹, 我們叫做扶桑樹, 因為扶桑樹這三個字, 或者扶桑木, 就代表他有神的力量, 到漢代, 在現實的世界來講, 將一棵桑樹再神化了它, 怎樣神化很簡單, 在桑樹那些樹丫上, 就跨了一個銅錢上去, 這個就變了什麼? 搖錢樹, 中國古代的錢是怎樣的? 一個圓圈, 這個圓圈代表太陽, 當然很多人說中國古錢是天圓地方, 圓代表天, 方代表地, 其實嚴格來說最早的觀念是什麼? 這個圓代表太陽, 即是太陽跨了一棵桑樹上面, 這個四方是什麼? 天門, 你上天, 一定要經過天的門口, 這個就是天門, 那變了, 即是你, 講得難聽, 你想登天, 就死後登天, 你寵多些古錢, 這樣就認住, 那個四方口就是天門, 那變了, 就是在漢代的搖錢樹, 在這些樹丫裡面, 就跨了很多銅錢在那裡, 不是一個很多個銅錢在那裡, 我說跨而已, 其實因為它是銅造的, 它已經住在那裡, 住在那裡, 這叫搖錢樹, 所以就是喪樹, 扶喪樹, 搖錢樹, 都代表中國人一種登天的力量, 再加上發財的力量, 一錢你可以在人世間浪漫, 上天那個錢是一個天門, 落地在人間, 那個錢是什麼, 就是你的財富, 這就是漢代, 一直到漢代, 對樹的觀念, 這棵樹呢, 這棵樹呢, 和剛才那棵樹, 大家再比較是一樣的, 這棵樹呢, 就是很公正的, 左右對稱很公正, 但是這棵樹呢, 就自然很多了, 好像一棵現實的樹的形象, 它仍然有天馬, 這棵樹, 這棵樹是什麼呢, 這棵樹是豬雀, 朱雀,朱雀是后华的所谓是什么 朱雀,这朱雀有长的羽毛,在汉代叫朱雀 朱雀代表南方的四方神之人 另外在天上比较小的飞雀,这朱雀 这朱雀,这朱雀是什么 世间有没有蝶雀呢 就好像骗我们那样,它飞过 好,我们再跟刚才那样比较,这一只鸟好像婴 因为嘴好像婴那样,很尖,很显明是鹤的作业 所以就是天鹤飞鹤,带你上凌云飞天 这一只就是朱雀,就是缝,缝是一个虚拟的飞鹤 这就是天鸡,为何它叫天鸡呢 因为它不像一只鸡,但它像一只鸡 但这只鸡会飞,所以叫天鸡 那朱雀,缝和天鸡呢,如果我们再将这几个造型 摆在一起看,其实我们生活中的缝是一只鸡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缝的造型就是一只红鸡的造型 你也起着盖用啊 这是鸡冠,如果在那个鸟的头部 拿走鸡冠,摆了三条乳膜就是缝 这只鸡冠,所以你说这只鸡是一只鸡头 所以中国人因为将那只鸡变为何? 家禽,这是一个过程来的 由野鸡变为家禽这个过程 所以红鸡威武将那只鸡冠拿走它,变成三条乳膜 最先画一只鸡就要画三条乳膜,现在你画很多条乳膜没人理你啦 原则是三条乳膜代表一只鸡冠,一只鸡是鸡头 蛇的颗,所以我画一个颗很长的,蛇颗,龟的身体 红鸡头,蛇颗,龟的身体,鸽的脚,再加上孔长的鸡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鸡的组合 很简单可以看到这个组合是代表了我们古人那种追求 鸡的威武,蛇,我们中国人说龙和蛇是一样东西 蛇是两栖动物,是很大的能量,水中可以入,绿地无脚可以爬 龟的身体,龟是长寿的,鸽也是长寿可以飞天,孔长的乳膜非常漂亮 所以习客靓,威武,长寿各种能量就变为一只虚拟的飞球 就是我们中国人叫鸿,这只鸿在汉代来说叫猪杖,因为它是红色 会尊重,所以等于讲到龙的组合大家都知道 亦都是一个蛇的身体,所以龙和鳳是一个混合体来的 讲得难听是一只集中的动物,只不过我们中国人贪心 将这麽多种动物的异能集中在一起,这棵是什麽树呢? 这棵呢?原来我们一直查中国古代的神画 那棵巨大的神木就叫扶桑树 但是在天堂,不是天堂的花园,天堂上面的地方 种满了扶桑树 天堂的地方种满的树在古代神画叫朱树 即是黄武娘娘、西黄武这些古代神仙 他住在天堂,他们的花园,他们所种的树 就是叫朱树,朱树是什麽东西呢?不懂 是一个记载来的 所以我们在汉代的画像砖,这个画像砖就是死者的地府世界 其实是地第一个世界,只不过他幻想自己已经升上天堂 他在地府里面创造一个天堂 天堂就有扶桑树,有朱树,有天马,有天鹤,有朱雀,有天计 各样东西都希望离开这个人世上天 但其实他自己躺在地下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早期画树 这不是现实的一棵树画出来,完全是跟生命有关 这个又在画像砖上看到 图案化了一棵像圣诞树 其实是有这样的树形 这棵树旁边有个铜茨叫五珠茜 看袋用的铜茨叫五珠茜 这棵像圣诞树就从树 很图案化了它 现实间是否有这样的树形呢?其实有 好,不过就是做到很简化,我们再给一个例子 是否像一棵树? 但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扶桑树 这麽复杂的对称是不同的 它一有对称它简化了 也不是诸树,诸树是很自然的一棵现实的树 是黑了出来的 但它现在很简单做了一棵树的形象 在这幅画像砖上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现象 在汉内出现的 就是 人是大棵树 这两个人 人大于树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以前不懂得画树的 变成了 比例是不对称的 即是不对比例 在纯粹一个绘画的角度去看呢 这个作者是错的 不过 如果我们走回到以前的社会去看呢 我们是不重视这个表达手法 这个艺术上的表达手法 而重视什么 是一个信仰 信仰就是 我只是画树 即是等于 珠树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 总之有树就告诉你 不过我给一个名字叫珠树 你都知道叫珠树 因为人都知道上天 就不是苹果树 不是橙树 那棵树叫什么 记住啦 将来升天 你看到所有树都叫珠树 珍珠的珠 你不要承认我说香蕉树是什么树 不要紧 因为中国人心目中 就是一种树是珠树 那棵巨大的神木就是扶桑木 我们再看看 画像砖 排完树 这就是汉朝人 画树的方法 就是这样的简单 三角 上面站了一只什么 就是树 树上面站了非鸟 这个是司空见惯 但在那个比例上又是不对的 你看那只鸟多大 还有它永远站在树顶 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只鸟 或者这只鸟 或者天鸡 是什么 是带你上天 你站在地上 我们跟天的距离是远了 如果你想上天快点 你爬上那棵树上面 爬上那棵树 你跌不下来 你会赢的 你爬上那棵树上面 去到树顶 怎样呢 仍然上面有个天 你摸不到 就要靠什么 靠着河 靠着非鸟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表达树的观念 树不是孤立 是一棵自然界的东西 树代表什么 代表你登天 是一棵自然界的东西 另外一个例子 树上面 这是什么东西 争取时间不考你们 你呢 骁皇的骁 猫头鹰 这就是猫头鹰 即是猫头鹰是现实的料 我们中国人对猫头鹰的感情很复杂 西方来说 大学毕业送了猫头鹰给你 猫头鹰博士 戴上眼镜 很cute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猫头鹰代表 骁虹 骁虹是什么 有些负面的评语 即所谓是尖尖的 所以叫骁虹 所以猫头鹰是中间不分的 是中国人的蝴蝶 它可以是一个骁虹 但一方面猫头鹰帮你做什么 猫头鹰 捕虹 吃虹 捕虹即是我们杀了我们不喜欢的东西 猫头鹰 它叫做鹰 即是说我们中国人观念 天空中的飞瓶 那个霸主是鹰 是鹰 是鹰 是吧 这个无可否认 到今时今日都认为鹰是最强的 鹰当然有很多种 但是有一种鹰 是好似人的样子 就是猫头鹰 就是猫头鹰 即是他平面像个人的样子 这种东西我们古人当是神 所以古人对猫头鹰 就认为它是神仙的化身 因为它是人的样子 人的造型 人格化了的鹰 的鸟 等于汉代来说 另一种威猛的动物 四脚的动物 是神化了的 是 中国古代的驱魔人 是什么 虹人的虹人 所以古代的驱魔人 是戴着虹人的面具 为什么 因为古人发现所有威猛的动物 只有虹人 是站在这里 是像人 是像人 猫不可以站在这里 但猫不够虹人打 所以他一样喜欢圆 猴 但跟虹人比较的时候 虹人很威猛 因此在汉代文物上 我们画到虹人 就是虹人头的仇先 古代的虹魔人 他就是戴着虹人的面具 或者戴着虹人的屁 去驱魔 在汉代的图器上 在图器上的脚 平硬硬硬硬的脚 就是虹人造型的脚 这个很有趣 汉代之后 这个观念已经淡化了 这个就是汉人的观念 所以汉人的飞瓶 就以那个什么 宇文很重要 河很重要 朱雀很重要 但朱雀是神话的 现实来说 就是猫头鹰 以及猫人 这两棵树 有一个汉的画像树 这棵树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扶桑树 但这棵扶桑树 画得很脆致 这棵扶桑树 这个是哪个 这个就是何毅 这些就是他寥 所以在汉墓的墙壁 是画了这些神话 表示这个死者将来的生活在哪里 在天堂 不是在地 将天堂的故事全部都画出来 等死者在前面树化 你想看电视也看回神仙的世界 那套戏 这些是画些非料的 这个就是扶桑树 你便见到扶桑树的树是什么 一格格 这就是汉人的观念 将它图案化了它 这个后毅的样子看不清楚 总之这里是脚 这里拿着一支箭射上去 射了太阳下 射了狗的太阳下来 这里是灯王的壁画 一路以来 我说我们中国人画树 根本是不清不错的 总之是似乎的样子 或者是简化了它 但当都佛教的故事传入来 因为佛教要传道 它就要什么 要画画 因为我一直说过 你要传教你只可以靠什么 靠图画 去传教 因为大部分信众不识字 你佛经给些字 大家看怎么识 你要讲故事 讲故事靠什么 靠看公仔 看公仔就是一幅幅的连环图 所以敦王的壁画其实是古代的连环图 只不过在印度这种艺术手法 传入了中国 经过丝绸之路 就在敦王一大制造出来 因为印度佛教的佛寺 是作了在洞穴里面 他们的观念因为在洞穴里面 是可以永恒的 石头是可以很硬的 是永恒的 所以这个观念入了中国 中国的信众也千辛万苦 要找个洞去作佛寺 因为我们南方的地则 没有可能作洞 所以南方的佛寺是很后期的 做不到石骨的 只有北方可以做 但敦王也做不到 敦王其实是泥质的 所以敦王的佛像 是菩萨像是泥素 吴洞门石骨 文江是用石造出来的 变成你去参观敦王 是一个对敦王保护这种文物 很大的挑战 因为他是泥素 经过这么久他会倒下来 泥素上当然很多采绘 就是颜料 这些颜料经过这么多年就会风化了 你看敦王的壁画就是很多黑色的颜色 这种黑色的颜色其实原本不是黑色 原本是彩色的 只不过因为风化了氧化了 就变了黑色 你见敦王的壁画尤其是很早期北魏那些 下迈那些菩萨、佛、非天的样子黑到黑眠 他不是画到黑到黑眠 只不过因为经过了千多年氧化了 原本的颜色变了黑色 这个我们要心中有数 但是 因为印度带了很多绘画的材料 进了中国 尤其是石绿、绿色 石青、青色 这些抗物质的材料进了中国 在北朝 不要讲南朝 在北朝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绘画是一个进词 因为多了一些颜料 以前的颜料很少 突然多了一些彩色的颜料 因为由印度传进来 为何进来呢?因为要画壁画 要在石挖子的墙壁上画了这些佛祖的故事 这种佛祖的故事 我们不要讲的雕像 雕像就是一个人格化的样子 这些故事 必定要写佛陀 前世今生的故事 这些前世今生自然离不开的风景 他们说 有山 这些一路有山 有树 这些树 这些树 在壁画上画这些树 就是现实看到 真是一棵树就像一棵树 绿色就画绿色 已经脱离了什么? 脱离了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中国人画树 是人大于树 甚至人大于山 即是无可能 为何这样承认呢? 因为我们古人画画是重视什么? 不重视山 不重视树 重视什么? 人 虽然一直说树代表生命 但这种生命 最重要是树的生命代表 是人的生命 是树的能量 是给了人才能长生 我们人是自私的 因此在以前来说 如果画画几乎全部都是人文画 是写人为主 统治者就写些 所谓 开国功臣 延军 圣人 这些全部是统战的手段 等老百姓 等官 其实老百姓看不到 那些官 那些官看到了 你做我的官 你又要学姓老字了 是画了一样 佛教传入来佛教的艺术 这个壁画是将我们中国人的山水画 即风景画推前一步 后来我们不叫风景画 叫山水画就是提画画 宗教传入来的 在壁画上全部这些风景就一定要写树 这种写树就令到我们中国的工匠大开眼界 比如在灯祸壁画 这些全部都很黑 全部都黑 它本身不是黑 因为硬料氧化了 风化了 背後這棵樹,它是否菩提樹呢? 大家知道佛陀成道在菩提樹下,我們不深究它了 總之我們知道樹的額色是黑色、啡色,樹葉是綠色 就跟我們在漢外畫像專所講的豬樹、菩提樹是兩種類似的 比例又開始像樣,菩提樹是高於人,雖然印度將主角誇大了 但怎樣誇大也好,都高於菩提樹,他士從其他菩薩 這兩個是他的大弟子阿蘭陀,是矮的,在世老道 這就是佛教寫人物的方法,這種人物的表達方法 又影響到中國的人物畫 這就是入到徐堂的時候,這是文殊菩薩 你見到這裡畫了一棵樹,有石,這裡生了樹出來 這個清清楚楚,這棵樹很寫實,在後面有樹 因此我們可以隆隆所講,就是我們中國人真真正正畫一棵樹出來 是受佛教的誓言,就是印度人要寫佛祖的故事 就要演繹一個自然環境,我們慢慢要放在石棵樹 因此影響,這是北藝,北藝是石棺材 這當然是大有錢人,石棺材的一個塔本 石棺就是石,石上刻了一些花紋,一些圖案 這是塔本來的,刻了二十四孝子的故事 這裡寫著姚信一信 我們從這裡,微遠看,看得不清楚 但你慢慢去看,其實這裡有一棵大樹 這些人物,這些樹 我為何拿這個例子給你們看,就是告訴你們 這石棺當然你被佛教徒畫的,是作出來的 是工像作出來的,它開始進步了 就是樹大於人,他們要向二十低頭,樹大於人 你要畫一幅畫,你不能太脫離現實 太脫離現實是不信服你,和看待那種信仰 開始有不同的演繹手法,要寫實 一寫實就是樹很大,人很小 我們看到現在圍樓下來,在券、紙上的畫 主要都是在宋開始,唐代有但很少,宋代的畫要很珍貴 我們說文人畫就是宋開始有,但圓名就最流行 中國很多樹,我想每個在座 每位朋友在你心目中喜歡的樹都不同 你發現我們中國人畫有幾棵樹,不懂畫其他的 又不是不懂的,可能是喜歡畫 有朋友說中國人畫樹,或中國人心目中 百花之王是誰? 每個人都說冒蛋 有沒有反對嗎? 我們現在中央政府都開始審查是否冒單 要割花,還未定,以我所知 梅花是國民政府定的 那是冒單,百樹之王是誰? 從樹 從樹 是吧? 有些畫畫的,你畫畫的 畫什麼多? 從樹多 那百樹之王是從還是竹 竹 那就是投票的 民主啊 哪種樹 哪種樹是中國樹王 我呀,很聰明 扶桑樹 不要說扶桑樹 中國的樹王就是扶桑樹 就是一棵桑樹 但是今時今日,你有沒有畫桑樹? 沒有 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桑樹,扶桑樹 是什麼? 是很早的時代的觀念 去到漢 漢之後 這個扶桑樹的觀念已經淡化了 是一個神話力 雖然我們一樣見到桑樹 等於我小錯的時候 我見到那些同學是養殘蟲 買桑樹 他們現在很多玩 很多玩 你不要說不玩這件事 你現在什麼? 電子遊戲啦 很多玩 你想想我們中國人對殘喪這件事 一直到我小學時候 1950年代 是這幾十年 因為科技的資訊這麼發達 才整個世界變化 連我們的文化都改變了 我們再看中國人畫樹 不算桑莊樹 開始由宋 我們看宋開始去做統計 是畫了哪種樹最多的? 蛤 被我誤導了你們 慢慢由一棵松樹 變一棵竹 即是移情別戀 你看你們多多情 我不說你們多心 那你們是否錯呢? 不錯了 又對嗎? 又對嗎? 那你什麼都說了 孫王畫圖是北宋 揮中 即是皇帝 是宮廷的藏畫 我英文說是Catalog 即是武俄 叫孫王畫圖 孫王畫圖 他將他的藏畫 即是宋徽宗很厲害 大家知道 雖然他一個分君 但他對文化很喜歡 在孫王畫圖 他將他收藏的繪畫分了十類 其中有五類 就是跟我們今次的話題有關系 大家明白嗎? 花鳥、蔬果、龍園、束手 束手即是走手 第五類 是宗 不是我說的 皇帝說的 所以你們是對的 即我不是誤到他們 即是由於宋內 他的藏品裡 竟然有很多是寫俗、畫俗 特別有一類叫俗 蔬果、花尾、非鳥 大家都知道 一定成為一個類別 龍、龍、魚 魚可以變龍 這可以有關係 一燈龍園升下十倍 將它走在一起 束獸其實是加束和走獸 雖然畫不多 但一樣成為一類 最重要是竟然加束的題材 這麼流行 是畫束 為何宋朝人這麼多人 是畫粥呢? 梅蘭谷粥四君子 為何粥是四君子之一? 粥 粥是直三 不要爭 你說粥是一支 還有粥是有節的 還有粥是有節的 真是氣節 君主要有節 有氣節 你沒有氣節 別人給你一元 你就說好了 我給你兩元 你又說我好了 旁邊給你三元 你又說那個好或衰 這是沒有氣節 所以正直氣節 這是君子的品德 梅蘭谷粥 梅大家都知道 在延黃時可以生存 即是說 在最艱難的日子裡 你都來聽我說故事 所以你有梅花的精神 我一直畫中國的樹王藝 扶桑樹 我是一棵粥 我夠正直 我有節 蘭 你說我漂亮不漂亮 有蘭則 蘭代了君子 君子會氣壯 梅蘭谷 谷什麼 谷花 忍日者 不要浪谷回去長壽 忍日的意思 不是消極 是代表什麼 忍辱苦俗 反先要忍 看東西要靜觀 所以要靜觀其變 不要衝動 所以我千兩年 我講花 你要畫 畫 都要靜觀 你說的花 要靜景去看它 才能畫出來 我們作為觀眾 都要在一個靜的環境去看它 才能看到花 那種氣質 所以梅蘭谷粥是四君子 粥就代表了文人 除此之外 粥還有什麼好處 為何你喜歡粥呢 我曾經出了平台花園 朋友說 花園你多種粥在那裡 他不叫我種蟲樹 如果我四年前去種羅漢蟲 我發了蟲 我發了蟲 但是發不了蟲 一定會被人偷 我還以為做漢蟲 還未成長 就被人拿了 是吧 做粥 粥很多人喜歡 除非你當自己是君子之奧 做什麼呢 青雅 量 總之竹可以涼爽 竹林 要竹林 一枝竹也不行 要吃粥 吃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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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那樣 所有中国人都希望这样的 我说古代 现在想生儿子都不生 但古代不是啊 竹子很重要 我华知道你是不是君子 总之我是一个孺夫 一个农夫 我都要什么 我都要养竹 因为我要竹子 我要有儿子 还有竹子是很粗生的 是很容易养的 所以周围都可以养竹 变了竹子和牡丹不同 牡丹是富贵人家养的 竹子无论你有钱穷人都好 都可以养到竹子 可以欣赏到竹 还有整颗竹 是什么 可以吃竹生 竹笋 竹叶青 整颗竹都是宝 所以在我老百姓来说 我说你做不做君子 我不懂字 总之我养一颗竹 一定有好处 是好事 因此全天下 除了吃土 我上一堂讲土 全中国最多的果是土 好全中国最多的树是竹树 这里见到我们中国的智慧 读书人老百姓不画画的 读书人借这样的信念 就大做文章了 就画竹 就附会了竹是代表君子的气质 逐多一样东西 他们不少文人由宋开始 画很多竹 还有做了很多画论 画论的意思就是讲画竹的方法 去评论竹的方法是很多的 记载上很多的 即是你信不信他都好 其中举例就是说 画画先画树,画树先画竹 如果你信他的话 变成你先要画竹 你去学画画,学国画 你画树,你画竹树先 我不是君子,我又不是小人 我只不过是仕途说竹是直的 在读书来说是用船树的方法 船树是粗猶一致的,真是黑竹树 而船树是直的 这个节就是用递书的方法 因为递书的方法是勾立的,有国的 这个节 竹树有环枝,这棵主要的竹杆 这个竹杆是粗的 这些环枝我是用草书的方法 真是很瀟灑的,很瀟灑的 接着不敢瀟灑 这些环枝是粗猶一致的 是粗猶一致的 这些环枝是粗猶一致的 那些环枝是粗猶一致的 於是古人畫竹不是叫畫竹,是寫竹,是用書法寫出來的 算、遞、草、啟,四種基本書法,在一棵竹身上考到功夫 行書不是一種書體,行書你只不過了下就叫行,自己騙自己 所以如果你要寫或畫一棵竹要做得好,一定要有好書法寫出來 這豈不是和文人的技術跨了單? 我這些不識字的畫不到一棵竹出來的,只要讀書人可以畫竹,就是用這種方法 所以一直以來文人畫家幾乎每個人都寫竹 他建築的機會多的是,全中國到處都是竹,我不要說竹的品種 不是那麼深究,一棵竹就沒有竹,竹林也有,什麼竹都有,高的矮的全部都有,全部都是寫實的 你可以寫身,就可以掌握到竹的形態,這樣畫出來 這就是元代的一個畫,叫夏廠,這是畫竹的專家來的,這棵竹幹,雖然很幼身,但你看到有竹節 在文字上記載書,竹,蘇東波說竹爆很多,據說蘇東波的作品現在很難,據說 是蘇東波最出名的說話,空有成竹,明不明白,我是蘇東波的圖子圖書,空有成竹,你怎樣要畫竹呢? 空中有三棵竹,你一定要觀察一棵竹的生長影響,空有成竹 就是你一定要觀察一棵竹的生長影響,空有成竹 空中有三棵竹的生長影響,他不畫竹,我認為蘇東波是古怪的,為何古怪呢? 我不敢挑戰蘇東波,誰敢,要罵蘇東波,要罵蘇東波,要罵蘇東波 蘇東波的禮術成就低,不可以了,空有成竹,其實就是一路以來 古人所說的一句說話,不是針對寫足,或任何東西,都要施做法 做法的意思就是自然,就要施,就是以自然為施 什麼東西都要看自然,大字是這樣的,你就要跟著它,這叫施做法 簡單來說就是寫生,所以空有成竹就是你要寫生 你不寫生,你都要胸裏面有自然的東西,那種形態 你才會畫出來,不過,如果你只做到施做法,其實是你拿施 為什麼這樣說呢?寫生,拿施,對著它畫,整個形態都做出來了 我完全掌握了,好像副攝影作品都拍出來,都拿不到A落B 在古人的心目中,即是大師的心目中,是拿B 你拿A,抵押,你拿A,抵押 你取A 你要奪造法 超越大字 明白嗎?不太明白 看你的反應真的不太明白 不是我作出來的 是古人寫出來奪造法 我舉個例子 不是我性別歧視 只是舉例子 現在那些女士們 眉毛刪得不好 做甚麼? 紋啊 甚至整條眉毛拿走 畫一條漂亮的眉毛出來 這就是她奪造法 這個眉毛刪得不好 是一場造法 順天而行 跟著大自然去造 爸爸媽媽生出來的眉毛 是這樣的 擦眉擦眼 一場造法 那你說要施造法 就照畫 你是擦眉 我就說擦眉 你是斷眉 你是斷眉 你是淡眉 你是淡眉 但是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超越大自然 去美化自己呢? 所以 女性的化妝術 其實是奪造法 是以自然為本 你認為超脫這個自然 能夠令你自己更美 這才是藝術 做人來追求美 你本身不漂亮 你就可以盡量找方法 去令自己漂亮 你令自己漂亮 其實你積了陰德 因為我看你的漂亮 我也不知道 嘩! 每個人的樣子 我走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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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奪造法 是一個很好的 即時行為 美化自己 亦都令到我養眼 美女都一樣 你畫畫一樣 畫畫一樣 就是奪造法 所以 那棵竹是有折 如果你覺得 你不寫過折 一人知道 那棵竹是很威風的 正直的 我表達得清楚 追回到唐朝 唐朝有個傻王帝 大家都認識 唐明王 傻傻的 唐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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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想到唐明王 唐元宗 你想到誰 你想到一樣 除了楊貴妃之外 唐明王 有一天 在花園走 哎呀 看到地上有一波竹 更有趣 那個是什麼 竹的影子 所以竹本來是生出來的 地上有竹影 所以地上有竹 這波竹是什麼顏色 是黑色的 於是唐明王用墨寫什麼 墨竹 全世界只有我們中國人用墨去寫竹 而只有我們中國人寫一波竹出來 是黑色的 這就是奪造法 唐明王發明寫墨竹是一個傳奇故事 不知真是假 不知可能有人托大腳 就是唐明王做出來的 總之唐朝有一個大畫家 大家認識王偉 王偉可能寫墨竹 到宋代文人開始用墨去寫竹 這種觀念代表什麼 等於用墨去寫竹 用墨去寫狗 寫鳥 寫人 等於寫他的影子 你說脫離現實 不是脫離現實 唐明王王偉就是看到竹影 寫了一個竹影出來 竹影不是綠色的 竹影不是綠色的 竹影是黑色的 所以就是墨竹 所以從此之後 中國人寫竹多了一個方法 就是單色 為什麼我不用墨竹 因為到遲些 又多了一個傻佬出來 他用墨寫 他用第種顏色 寫了一個豬紅竹 就是豬竹 用豬沙式 豬紅竹 就是豬竹 我怕你豬竹不懂 豬是紅竹 那叫豬紅竹 這又令到我們大開眼界 中國話基本上是C做法 但是你要拿A去最高層次 你要奪造法 是將一個現實世界 令到它更加美好 看出來美好 想都美好 那你就空有蝕竹 因此我們中國人畫樹 竹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是寫出了中國畫家一種心情 和他的取向是這樣的 鄭師是清前的 就是鄭板劫 這個很厲害 揚州八怪 他為何叫怪呢 在當時來說 他們沒有學過西洋畫 但他又表現了那種什麼 層次 光陰層次 這個光陰層次 我用中國人的信仰去解釋 是怎樣解釋呢 畫樹為何很難 你們要學畫要學畫樹 你現在很多人畫畫都很少畫人物畫 我經常像現代畫家 畫來畫去都是生水 那樣畫人物 因為工夫要我度假 我諷刺一下畫家 一棵樹 一棵樹 即是等於一棵竹 有正面有反面 所以古人說一棵樹 以竹做例子 有正反兩面 就代表什麼 陰陽兩面 中國人一直認為 萬物必定要有陰陽 沒有陰陽不難有生存 所以你畫一棵樹要表現陰陽 古人畫的正面 如果要用陰燭來畫 是黑的 另一面是白的 跟西方的手法有點不同 西方正面又受光 受光是淺色 背面是陰影 當然是黑的 剛剛調整了 一路越早期的竹或樹 那個正面 即是近的位置是深色的 從這角度去看 我們看中國人以前的畫 即使畫的軟衣也好 都是深色的 因為有一個正面 背面才是屬於陰 還有一件事 樹 不是只有兩年 樹有幾年 四年 有幾年 三年 有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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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 在這幾年 都有幾年 是幾年 有幾年 有平面的,如何看到四面平面呢? 因為樹有很多橫枝,你明白意思嗎? 前面伸出來後面又伸出去,因此畫一棵樹 畫到它有立體感,你的橫枝要表達出來 所以古人就說,你要畫一棵樹 不是正反兩面,不是陰陽兩面,是四面 要表達一棵樹四面,即是畫你要空有成樹 要掌握樹的生長形態 還要表達像西方總統的手法,軟近的感覺 要做這件事 楊洲八怪在清代自己創造一種軟近的感覺 這個竹有軟和近,近的是深色,軟的是淺色 其實它是一幅攝影作品,但它畫出來一張照片 和你現在拍照有些不同,因為拍照有個焦點是淺的 但如果你用西洋油畫,就有些相反 這就是揚州八怪,古人稱呼它怪,就是北斤的傳統 所以四方表達出來一棵立體樹才是成功的演繹方法 你掌握到這東西就可以畫竹或樹或其他東西 清代一個竹林,遠景不是雜樹 所謂雜樹就是我們不懂得分,亂畫的 隨便看那棵樹就可以了,所以遠景是雜樹 前景是竹樹 我們試試看多些例子,這棵是甚麼樹 蟲說,蟲說有很多人畫,剛才我問你們 你們都說八樹之鑊是蟲,這個不是坐得完 只不過我跟信徽宗那種分析,就是宗的題材 更多於畫蟲,但後來為何那麼多人喜歡蟲呢? 因為蟲代表高手,任何人都想長生 竹不及得蟲那麼高手,但竹是粗生的, 倒了又可以生,蟲有個好處 蟲就是一棵大樹,竹的竹幹是比較優勢 蟲和竹是兩棵樹,蟲是否直的? 蟲是橫的,彎來彎去的,是吧? 所以古人說寫足要直,寫蟲就要有關節 你們可能有興趣玩盆災,不知道說什麼盆災? 盆災其中一個欣賞盆災的方法是什麼呢? 如果那個迷你營的樹在盆災裡,越多彎折呢? 如果在盆災裡,所種的植物是一枝枝容忍,不合格, 你懂得買,所以買盆景的時候,你見到你不要論它什麼茶樹什麼樹都好, 小型浪層都好,一定要多彎折, 越多彎折的盆景才拿冠貴人,要盆災, 所以古人或蟲必定要多彎折,不可以直一棵蟲樹, 這是一個孤語,這個彎折代表了蟲樹的生命力, 什麼都古人都說了,直又行,不直又行,總之你寫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就是蟲,有竹有蟲,有什麼樹你們喜歡的? 柳樹,好厲害喔,我姓楊,楊柳,楊柳, 我姓楊,楊柳,楊柳,楊柳是一種樹,柳是一種樹, 楊柳春即是春天的楊樹加柳樹,大包圍, 觀世音菩薩楊枝金露一灑下來, 我不是叫柳枝金露,叫楊枝金露, 你今晚吃飯,這個甜品就是楊枝金露, 吃多些,為甚麼?為甚麼吃多些楊枝金? 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 楊柳楊柳楊枝金露 楊柳樹有很多種,基本上分三種,一種是蠔柳, 楊柳枝金露,水邊的樓三種,所以我們通常見的柳樹在水邊, 河邊,蒲柳就是楊樹,所以楊樹是屬於柳的家族,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後來就叫楊柳,所以楊和柳分不開, 因為楊柳的樹葉是短的,向上山的,向上山等於這個字,上楊, 楊柳是屬於下樓,所以聯絡了,所以楊柳樹是取其陰, 楊柳樹的柳枝向上山,但樹葉就向下山,就要垂柳,是講樹, 楊柳,這位朋友說好了,很多人都楊柳,楊柳柳, 要跟著橘柳,這位佳,全中國都有柳樹, 柳,清明時至,拆柳枝, 一清明 鬼怪出 插柳枝 古代初一十五 家企门口 将床边 睡房边都插柳枝 剔邪 震邪 所以柳 和图木一样 是可以披邪 做喪事 有一支叫扶桑棒 就是桑木 所以桑木和生长有关 柳树 因为它震邪 震邪反过来说 妖魔鬼怪不侵犯你 你便补了名 又生存了下来 所以柳又代表生 桑又代表生 虫又代表生 竹又代表生 全部都是与生有关 所有这些树 我们古人很聪明 不是珍贵的品种 全中国 道道都有 你想生存吗 随处都可以摘柳 随处都可以养竹 所以你中国人不死得去的 这句明明 你多穷都可以插柳 你可以养竹 你可以拿桑木 你可以吃肚 你见鬼也会买童 你可以插柳子 每个人都可以 各种方法很简单 怎能死得去 怎么死得去 是什么抑郁 好好的生活下去 所以中国人画楼 是画好多的 楼因为辟邪可以生育 我们慢慢去陶醉了自己了, 拆楼还多了一样东西,可以求财。 为什麽?他生长得快, 他有些钱,财源讲准,是这样涌入来的。 所以中国人清明是一个负能量的时节, 很多人都没有鬼怪,但不要紧, 都要拆楼,就可以辟邪。 所以我们画画很多柳树, 还有柳树的形态是怎样的? 松树,画松树是要坚挺的, 松树是坚挺的,松树是坚挺的,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柳树是代表主人家一种迎宾的姿态 所以家家户隧阳某代表这条村的文化气质 和竹和虫是两个景致 所以中国人对这几个树有不同的情感 没有划对错 只在已去选择 划出来一样 平顶 所以我从船 从月 下半平 你们看看 一样可以划到这样 但我头顶的虫要平 但柳树一直向上生 但柳枝是水楼 从树是咬曲 但叶是平 向上上 柳树的树架向上上 但柳叶下属 是两种不同的形态 就等于中国人一阴一阳一正一反 一上一下 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实属 而这种对称就产生了一种男和男的动力 所以即使你家户隧没有楼都画楼 就要表达出这种情怀了 中国人画书 还有一个深远的意义 花有四季花 花有四季花 所以我们中国人画花 一盆花里面 春夏秋冬四季花都放在一起 好像分室那样 将莲花某单都放在一起 是错的 不是塑胶花 是真花 梅花又弄一枝竹 古灵精怪都放在一起 为何呢 要明白我们中国人 其实不是表达那种自然的生态 而是夺造花 是将他心目中最喜欢的东西 全部放在一起 等于我身体散弱 我所有补品都吃光 中入西入 什么都放在一起 开城入坊 那我才算是安全 所以四季花那盆花那幅画里面 从同一构石头 出了春夏秋冬四种花 那画画 画四时山水 四时山水如何表达四季的山水呢 冬天最容易是雪景 但春夏秋又如何处理呢 冬天就流雪 牛头角的冬天景怎么有雪呢 将牛头角的四时景画出来怎么画啊 没有雪啊 那外面的公寓 春夏秋冬四幅画你画吧 很简单的 画完某人的傻佬 夏天穿夏威夷 秋天就是飞机出 冬天就是跌大衣 搞定了 搞定了 这个是夺造法 但你是不准画人 那你怎样搞呢 中国古代的山水 人是很渺少的 你说古代一幅画 即是国画 要表达 杨瓦尔穿夏天的T恤在那里行 这幅画 江西又怎样画呢 因此我们中华 画树就表达四季 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你们画画 知道有种方法叫台点 什么叫台点 就是用墨也好 用绿色的蓝色也好 这些绿色的就叫台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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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李恩福水墨画的黑色就是台点 一点点 这是我们中国人画一种表达方法 这个表达方法相当实用 很好用 一个石头上 一块石头上 点那么多点 青台来说 一个崇山晋岭 点那么多点 代表树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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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施造法 我这些台点 我现在就这样点出来 点得好不好 为何那么好 没有聚生 我不能够说它错 除了你的原因 有什么原因 就是这样的点法 挺好看的 它是一个石头 一个山 点几点 是否好点 由C加变B 为何呢 当然有所谓聚散 但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 这个山 这个坑 用英语我叫River Valley 山谷 树木 是有水的地方 所以你在一个有水的地方 点台点 变了那里才有树 如果在一个干凸凸的山 这里去点台点 就不是很合情理 所以为何我这么简单举例出来呢 虽然你是夺造化 你都要先施仲伐 先看到大自然 应该什么叫合理 你拔眉毛没问题 总之呢 你用一条眉毛就可以了 你变成人没了眉毛 我就害怕 你都要画出来 所以在山谷那里 你点到台点 即是树在那里 所以台点 古人说 似乎很简单 但在福山水画里 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解放 点到哪处地方有不同的面处 这就是我们中国画一种精妙之处 到头角冬天 没有树叶的 没有树叶的 同意吗,有一张几个合格,要为四幅 东去春来,在树顶上出了细叶,这就是春天 收货 并不笨,不笨,很笨 好了 好 红叶,牛洞国没有红叶,自己加红叶上去,摄樊处中 这个是秋天,有乐月,省点绿色,我用简单的手法 就是用台点代表树叶,没有台点是冬,梭落,梭落是秋,几点树叶 夏天树叶没有茂密,春天刚刚生长出来很乱的叶,很小的叶 所以中国人八四时景在树看到,中国人不是喜欢春天 我喜欢夏天,每一种季节都有它的规律,缺一不可 一定要春夏秋冬,四季是一种定律,冬天可以冲凉水凉 但中国人这四季代表那种生生不成,你一断了就生不起了 所以即使冬天是雪景,没有树叶也好,没有问题的 因为冬天走了,春天又美,夏天是很美,但秋天是消失 这种过程,我们不需要抑郁的,一个人的生活又喜乐 有开心或不开心,一个地方一个人的运气全部是跟这个过程 春月下秋冬,不是说哪个时季是特别对你好,特别对你不好 只有年年有四季你就永生了,所以中国人写这种书 就是要最后再表达了一种生,在画上几乎就是这种书 柳书,现在多了有人画拍书,虫拍过牌,但拍书我不会画 可能要看诗造化真正的拍书是怎样的,古牌古牌的人画的 虫就容易,大家看看都知道虫,梅花桃花那些当花 因此,举个例,花树甚至果树 有花色有果,大家都知道 我们喜欢的花树或果树,坦白,都是脆弱的 那种树生的树木,即是我们不会用梅树去做横梁 你明白我的意思,苹果树可能不硬朕,这些果实是花果木,花果木是花用来观赏 甚至可以吃到中日,果果当然可以吃,但那种木材不是代表一种长生,明生 只要重拍捉楼,还有一种树,在民间的艺术比较多 不同树在内地有很多,那怎么说,你回来看,我说不到出来 为什么不同树又令我们中华人喜欢呢?我刚才说那只鸡 就是喜欢站在不同树上面,缝和不同树是partner 你不要把那只鸡画在树上面,那只鸡是新鸟肉贵的 那只鸡是新鸟是新鸟肉贵的 你画在树上面的那只鸡,这是错的,是错体来的,做错不忍的 所以在古代神话,缝是凄身于不同,所以我们中国人种不同树 你门口很多不同树就代表奉来朝 好,好嘞啊,所以你看到,咦我还有些画还没看 够钟了,快点,四桂树,陈臣,松树,柳树,梅树 还有一个古人所写的芭蕉树,芭蕉树在香港比较不多 多吗?多吗?多吗?很粗细啊?那你们画不画得多啊? 古人画芭蕉树,为何?芭蕉树的体态呢? 洋楼、垂楼就弯曲,太宣秘了,芭蕉树代表美人 所以古代那些书本策图,春痕痕,花羽一定有芭蕉树 那些怀鬼书生后平一定有芭蕉树,他找不到美女仔 看见那棵芭蕉树,他就幻想对方是一个我拿多枝的美人 但有一件事,辽齋治愈港那些女鬼出,必定有芭蕉树 所以美女鬼,美人都跟芭蕉树挂单,你自己選吧 所以有些读书人不说芭蕉树,因为芭蕉树,如果被人问 你讨论芭蕉树就表示什么人的色情,你喜欢她的女仔 如果在家里画很多芭蕉,野草,邪,芭蕉树是很高的,知道 芭蕉树,港澳都有芭蕉树,但大家小心,那些女鬼都会出 不是男鬼是女鬼 芭蕉树,金龙,芭蕉树八怪,写芭蕉树,有远近昏迷 有些芭蕉树就用大的黑碟,一些就用线条,即白苗,大家都知道她在画梅 一种颜色,这不是别造化吗?有些梅花是黑梅花,有些白梅花是白梅花,同一棵树生出来 这种是畸形的树,但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这棵是漂亮的树 我看出来很舒服,深浅分明 这个又是梁秋八怪罗平,他很厉害,画月光,中国人很少画月光 画月光是日本人创出的月光体,岭南派很多时候画月光 他画夜景,中国人画夜景很难表达的,因为不会游黑天 因为中国人的天一定是白的,留白的,但要表现夜晚的景 罗平学了后来西方方法,就是游黑了,出了月光 你不会说这个是太阳,在月下的寒梅,梅花的白梅,那树干是黑的 他完全用默一种色,用浓淡的默色去表达了一个这样的情景 这些是高人,他是荣州八怪,在当时画了一幅画出来 个人都觉得他虽然是一个异端的手法,但这种异端的手法 即是畸形,不是根传老的,但令到很多人赏心,这些就是习暑 是习暑,清朝前度,分不清是什么习,很难说 你说习有什么习,山上也有习,或是一幅山水,避免不了习暑 在古弘的心目中习暑代表什么,小人 从,从,足,梅代表君子,所以他们画树,前景很多时候 就画了君子之树,在远境分不清是什么树,就画杂树 在他的观念中,这个世界一定是有君子有小人 于是把小人推到很远,他就集树,分不清是什么树 总之在前面就是君子的树,从,足远 但另一个注意就是,从,足远的君子树 不能作为远境的树,因为君子不能走太远 走太远,走太远,世界大远,于是前景是习暑 前景小人做得主角是不行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画树那种 所谓的哲学,跟现实的自然环境是不同的,自然环境可能很多杂树 分不清楚,不过古代来说,他就要将君子小人 这种象征手法用在树上,这张就是近代的张大迁 张大迁是将古人那种包袱,你爱了吗? 你看到这幅张大迁的话,楼船,水边楼,楼船,竹船,重船,集船 都不知是什么,将,我见不到有梅花梅树,将松竹,楼三种树 塞在一幅画上,这是近现代人的手法 即慢慢将我刚才所说的古人那种公式废离了 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你可以为公园那种公园会见到 这麽多种书在一起?明明的 但他仍然将这麽多种古人传统的书类提材 这麽多的书类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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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近代这一百年,现在的画家在走这条路 我们一路讲古人传统的书类传统 就是信仰有它的控制,灵埋这种生命的信仰 到现代已经将生的位置淡化了一点,就是纯粹一个艺术的表达 这是现代,我们要看到古代才知道现代如何走出这条路 我们看古人的画,除了看那幅画是否漂亮之后 就要记住我刚才所给你的一个启示,就是每一种书有它的意思 你知道的意思,摆了一幅画上面 你就明白为何这个作者画这幅画 为何他用这个台点,为何要画这个树枝,为何要画这个字 全部有根有具,这就是大师,除了师造化就要跌造化 所以各位回到家就要化妆了,谢谢